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三年合作四男星,邓伦最火,李线在走红,他错失机缘 在刚出炉的艺人新媒体指数中 杨子和李线终于后来者居上,在榜单中有着很好的成绩 而他俩的这部热爱的亲爱的还在热播 所以杨子李线两人的排名兴许还会继续攀升 而在最新的片段中,杨子饰演的童年更是以一首儿歌 小毛驴让不少人流了泪,很多人也评论说 我从来没想过,会让一首儿歌给打动了 童年说我就把小毛驴想象成是我的爱人,而小毛驴不见了 亲爱的热爱的尽管才播出几集 但是目前无论是市场占有率还是网络关注度 都是很好的,何况是上星剧 因此算是同时段几部剧中比较好看的了 而李线作为这部剧的男主角 自然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 而部分账号也很是质疑 忽然李线的数据飙升 比陈情令的肖战王一波数据还好 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 其实只能说肖战王一波被网络炒得太厉害了 因此忽然看到有个人超越了,粉丝心里似乎也是不舒服吧 总之李线是凭借着这部剧再次走红 之前的网剧《河神》让李线火遍全网 而今这部上星剧再次助他一臂之力 而在李线之前 邓伦与杨子主演的那部相密 沉沉浸如霜就曾让男主邓伦圈粉无数 而邓伦也是杨子近三年来合作的四位男演员 中实力最强当然也是最火的一位 目前这部剧播出已经一年时间 豆瓣评分维持在7.7 也算是不好剧了 锦觅和旭凤在《湘密沉沉浸如霜》中的互动 让很多人认为是非常受人欢迎的CP了 而邓伦饰演的旭凤也是尽力的去还原原著中男异角色的苏萌一面 当然旭凤在剧中新颖的出场方式 以及跟锦觅之间的各种小甜蜜 让人百看不厌 原本邓伦的演技和资源就不错 《湘密沉沉浸如霜》之后邓伦就更加的受欢迎 当然也并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好运 之前跟杨子合作的还有两个男主 一个是与秦俊杰主演的《龙珠传奇》 一个是与任嘉伦主演的《天机之白蛇传》说 而相对来说任嘉伦似乎的人气提升并没有很明显 其实《天机之白蛇传》说刚开播的时候 无论是演员颜值还是演技、造型、场景和特技方面还是很受大家喜欢的 而且虽然有着白蛇的字样 但剧情故事跟之前的白蛇传并不一样 甚至其中的卡通设计还是有点萌 因此这样为美的场景也是被人称赞的 但与杨子前几部剧稍有不同的是 但是,这部剧中间有段时间被停播,这让杨子以及任嘉伦的热度和人气受到影响 尤其是对任嘉伦而言,原本的人气就没有杨子高 之后又因为《天机之白蛇传》说被停播 所以任嘉伦也是没有这样好的机缘,错失一次大红的机会 其实,在《亲爱的热爱的》播出大火之后 不少人就说杨子望男主,跟他合作过的几个人都走红了 其实倒不如说与杨子的男主也是演技颜值在线 而且在剧情方面也让观众看得舒服 他们的通力合作所以才会走红吧